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比较高一点 来个红刀吧 这把带电型配红刀单挑能力非常强 我没结算吗 我看一下 你们早点说吧 我老是会忘记了 有人吗 没看到我去做个演了 全军出击 W可以打个场 不打了 不打了 这波主要是打赏 杀人是不太现实的 好了 这奎依没赏了 可以去搞他待会儿 直接拦开 刚好抓上 他现在爪子会发光 对 好像你出了什么东西啊 实际上并 哎呦 W怎么还能歪呢 这实际上并没有啊 快到3了 快 快点 刚好给他打个电信秒 这维克托刚才应该等一下我们呢 我现在去不了算了 人马应该会抓上 刚说完 像你玩上单这种时候 打野 我方打野在中路刚打过架 而你又在压线 那对方打野肯定得来抓你了 这人马交过急跑的 这蟹可以抢一下 牌艾克过来了 看到没有 我们是被压线的这样 再Q一下 W 被杀艾克 QA AQ A 死了 这射线有没有 他这波必须得逞 他不逞也得死 我又可以吃蟹 他很难受 直接可以控双线了 周一怎么在播呢 这月底冲个业绩吗 这下路直接溜了呀 好稳 到底没放眼 这眼干消失的 招不下招不下来 你提我没用 我跟你讲你要死了 他没急跑的 给个点蓝 AQ他没了 没进化Q不然他死 进化Q刚好可以打到他 我下不去 进化Q的话 刚好这个墙壁可以Q到了 加50码 只能OB一下了 这波应该能三组也到6起 我刚才4分10秒左右打的哈马 6分10秒就会好 刚好我们刷一组F63了 这哈马差不多好了 而且刚好这个河蟹刷到上半区 有些打野的话 他会如果会控河蟹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拉龙 我先去把龙给打了好了 他应该不会来下的 我就不等6了 直接拉龙好了 这波AD不用帮我打不用帮我打 这龙的经验我要当吃的 因为我刚好到6级这个龙的经验 还是被他分掉一点 他刚才又走过来 不知道他那龙的经验 只要A过就有分还是怎么的 反正经验被他分掉了 他刚才有个助攻在 这波先把红拿了 我们升6 能把意识好一点应该不会过来 他意识有点差这个了 一个跳段去杀了 应该没看到我 伦马星神 这算什么皮肤跟电玩有点像啊 可以杀了个女警 我一个他落了半天 打个孤立游元给他秒 想先拉开盾 再Q吸一口血 W再吸一口血 再A一下 反杀 好极限 这参与猎手 没有就死了 这波 回家出个木论起飞了 这波但凡有个失误就死了 这龙马他现在怂了 他也去猎势 现在只能打得比较猥琐 他现在碰到我们 我都不需要两个Q QAW普攻A一下 他就没了 找个机会 吃个一蟹塔来 还要甩Q 我恶心他一下 硬杀我 半杀水影血 我感觉我能反杀他的这波 差一点伤害 刚才 他好像就10滴血左右 10滴血 给他溜掉了 死人马他又要死了 我们去石头轮逮他 右上角 10分50秒 他要拜拜了 这位没跳弹 救了他一命 他双双石头轮走了 我没意义 杀不了他的 我永远在发育 他凭什么有八级 我是我想不明白的 我两条龙加这个先锋 我也才干八级 一我加W 再打个AQ 吃个一蟹塔 无敌了这波 百分百参当率 其实我可以杀这两个人 看他们上不上当了 我在卡视野 他只要进草 他就死了 他没往前走 按他来讲 他做完演之后 会有侥幸心理 苦楚落后了这波 来的真快 把叶蓝买一下 待会进化一个W 这人现不要他过来了 这把队友没什么存在感 这个从下路去中路 他们是没看到 还是觉得打得过 等下把W进化了 妈的 这艾克满地图的找我 谁装 太你妈的装了 我得找机会杀一下他 等我升到11级 不然的话 这么多人不好打 一定得11级进化个W 有没W的弹蓝 差的比较多 这边一速快没用了 等我们W进化 他们就跑不动 这波直接来团就好 快点 快点把边清了 好 我W 再拿下去打先锋去了 你治疗的你啊 你啊呢 哎呀我的天哪 就 就 给人家随 随便打了吗 这样子 这不是龙白送 龙给白杀的吗 这样 这把人挡一下 他被我减速了 这个11级一定要进化W 除非优势特别大 虽然我们这把优势比较大 但是对面玩的比我们这边好太多了 他们还是有团队劣势的 把龙给拿了 这是把红 走了 下一剑买15 有这个夜刃 忍者鞋 对抗这个艾克跟拉克斯已经够用了 这个女姐好像不是走暴击了 她怎么买木刃 这辅助待会我可以留个空 我可以直接秒艾克的 我这把特意带着电型的 就是为了当秒能用的 看他妈谁 螳螂收集者一直问我不买收集者 我都跟你们讲了 收集者对于螳螂来讲是个垃圾装备 一天天怎么老问我收集者 你们是看谁看来的呀 收集者对螳螂来讲一点用都没有 只能虐菜用 这把不好打 你就是大优势你买的好玩的那种 收集者对螳螂那暴击没有用 你只要享受不了暴击收集者 就是一件垃圾装备 男家可以买一下 我给你们讲告诉你们有用的人 要不然这是菜逼 要不然打了就是都是菜逼知道吧 我之前因为螳螂出收集者 就很多劣势局全输了 能赢的自己能c的局 就是因为买那个收集者 所以才输掉的 那些装备性价比 对于螳螂来讲非常低的 不要买 优势特别大的时候买一买玩一玩 无所谓的 这把可以考虑来个死我 不是来个血手 不能死 对面伤害挺高的 而且对面是混伤 加个血手很好用 所以我被卡住了 给个啊给个啊 你是拉克斯码的 把能码先给他秒 闪现W留下来开啊开啊 我好怕队友跟不上我 其实我早就可以留了他们太慢了 我们进化W的话 60%的群体减速 他对面根本动不了 上不高地了 我现在打的话 我都要想的 队友能不能跟得上我 才能打 有些情况下可以打 但是因为队友 不知道怎么样 跟不上 你就不能开 有些团你就不能打 打了你就死 所以我们最好买个血手进去 买个血手进去的话 轮错率就会比较高一点 把这血手买一下来 这波被他W晕住了 再来个红药 我们这样持续打 伤害就比较高一点 确有这件装备的话 挨打还能回血 而且回的血还比较可观 就等于一个小水龙的效果 你只要 这个你打一个英雄 或者被一个英雄打 你一秒能回8点血这样 来来来 可以打龙 可以打龙 过来 他们这边没眼 这个药打起来再磕 怎么敢这么追啊 你又没急跑 人家这么灵活的 我的天 这边好像没发现 这卡塔可以下来 他们没眼的 这边把龙落掉就好了 不用买野魔刀 他们就一个AP 大野魔刀感觉性价比有点低 因为你血量低的时候 如果奎英或者人马打你一套 你野魔刀直接就没了 完全享受不了这个效果 还不如买血手 所以他们是那种 双AP很强的那种 你看我出了这个血手 我就没有担忧了 因为我有血手 在他秒不了我 他只要秒不了 我就可以把血吸回来 我点贪欲猎手的 我可以利用W 跟Q的孤立无缘 加这个血手的持续回血 还有我的大红药 所以你们看我打完这个团 我根本血量都没掉 直接回版了 但是我感觉有点一波不了 对面互活了 可以拆一两个门牙 就等于我们买了一手保险 就不用怕放失误了这样 这波可以走了 可以走 对面能要出来了 维克托怎么打的 跟一个前排一样的 先把楼拉了 下一波再出来就行了 最后一个进化 没必要进化异 我们现在就进化弹 就好了 这把的话要一个打五个 没什么护甲 直接出这个炼金锯了 顺便来点血量 加点急速攻击力 这样的话我们血手盾 还会更厚一点 这把不用买春歌 没有用 我们不能死 死了会被压起身 这个阵容 这种阵容 没必要买春歌 因为我们只要出血手 死不了 死不了 我一直能打伤害 我为什么要买春歌 我享受不了他被动 春歌的话 是你会被秒的情况下 这个春歌的 互活的效果性价比 就很高 不知道吧 你要享受不了 互活的话 这个互活甲 一点用都没有 你不同的情况 得买不同的装备 不要那么无脑 我知道装备 就是持续作战 永不死亡 我们转上嘛 这游戏玩得跟老鹰 捉小鸡一样 你这个一没在队友旁边 他就要死了 这波塔下不打 这个位置塔下打 容易出问题 等龙就好了 等一波大小龙 拿个双龙会 然后我来个红药 持续三分钟 刚好这个红药结束前 直接奠定胜负了 这男嘉打了30分钟装备 打团没什么作用 他可以提前半分钟到一分钟 先把视野控一下 这样抢占一波视野 如果对面不过来 我们可以直接拿龙 过来我们可以打埋伏的 他没视野一定要来作业 这个地方就很好了 而且这把还是一个 这个火龙魂的地形 槽比较少 对面我们只要提前 埋好位置 他过来 我直接能看到 这男嘉还隔着在带呢 不知道还以为他这把在carry的 你来团吧 你稍微送头都有用 他待会去带真没有用 他又一波推不了 这奎英去抓 抓他那就没关系了 这波罗子换一匹下的马 感觉还是可以的 这罗子还当吃了下的马 超常发挥可以的 他们有点不敢过来 戴克在卡视野 他还没走 他那个位置在卡视野 可以来来来 你过来过来 这AD过来 可以打了可以打了 这波打得太慢了 火龙要刷了 待会有个惩戒 留着打火龙用 去把龙收了 我得过去了 哎呀 就是插AD这点伤害 赶不上龙了 你知道吧 很烦 找个几秒打完就好了 直接一波了可以 他们就一个门崖了 直接推了吧 你看啊 这个伤害你就懂了 这一个人打三个人的伤害 这游戏不难玩吗 下一把下一把 左左左提交 大家没点关注 记得可以点一下 下次想看的时候 就不会找不到了